他的扣分制度有很多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例如他那時候又說一些違法的行為 其實都要扣分 甚至乎一些所謂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定義 什麼叫做的士遊蕩 他又放進去 但是見到今次上來的文件 已經沒有了這些很不合理的扣分制度 所以其實我是支持這個扣分 但是當然有些乘客會說 是不是不應該給他第二次機會 譬如他是一個攬收車資 其實是不是應該扣盡他 變成了15分 令到他不能夠繼續開的士三個月 其實這一方面我也是持開放態度 因為始終攬收車資這個問題 是困擾香港的很重要 而且這個拒載問題 也是越來越差越來越大的問題 每一個星期六日 只要你去到一些旺區 南桂坊那些地方 其實是大量這些劏客的的士出現 所以這個扣分制是希望做到有一個阻嚇作用 而亦都要搞清楚 就是說這個扣分制不是有一些新的法例出來了 最主要就是說你本身那些的罪行 是有現行的法例來處理的 扣分制只不過是當你被定罪之後 才去有一個這樣的扣分制度而已 所以就不要誤會現在說是否會执法的問題 會是怎樣 因為完全都不關执法的事 另外一件事我必須要說 在裡面的文件都說過 是不是安裝這個閉路電視 在局方的文件上面就說 提供一個可能是自願性的一個指引 來容許的士司機安裝這些閉路電視 這個要極度極度小心處理 因為這個不單是私隱的問題 而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錄了之後 究竟甚麼人是可以去看呢 如果你有得的士司機自己去自我約束 是會不會放上網 給其他朋友看 其他的的士同學看的話 這個是絕對絕對的危險的 所以我一節都說 就是說你不能夠這樣做 因為你的的士司機 當出現任何的糾紛 對他有利的時候 他就拿出來 但是對他沒有利的時候 或者是甚至乎是他錯的事 原來是錄影了的話 他根本上就可以不拿出來 交給警方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一天不真的立法 來做這件事的話 其實是有問題的 而怎樣保障個人私隱 這個是極度重要的 我一直都提倡一件事就是說 將那個記憶體 必須要放在咪錶之內 因為現在如果你是拆咪錶的話 或者你損毀咪錶 其實本身是犯法的這個行為 所以如果你將那個記憶體 放在咪錶之內 其實這個已經是可以確保 這個資料性 以及這個加密 令到只有執法人員 當收到投訴 又或者出現罪行的時候 才可以拆開的士咪錶裏面 拿那個記憶體出來 這樣做法就更加妥當了 所以其實 這個 所謂的自願性質 或者是一個指引 是絕對是很大的問題 剛剛林卓廷議員說 濫收車資的嚴重程度 應該會影響扣分數 那你自己同不同意 這個方法 這個挺難畫一個標準的 你說 那怎麼辦 未來你說你濫收10元 就扣3分 濫收50元 扣10分 還是怎樣 你是很難畫一條線是怎樣 而其實這件事 法庭是可以處理到的 過往是有案例 曾經真的有人 是為了幾毫子 而是告過的士司機 濫收車資 而最後這個案件 司機也是沒有被罰的 最後 所以 法庭是有處理這些案件的經驗 還有你會看到 整個舉證 因為始終這是刑事罪行 你說濫收車資 整個舉證 其實那個門檻是高的 我完全不擔心 有些人是無辜 其實就不是真的想濫收車資 而最後竟然是告得入的 我就不太相信這件事會發生 OK 好 謝謝